这个床嘛 才是这间卧室的重点 瞬间能做出主题的感觉 意大利恋人床 一看就是婚房嘛 还跟小粉丝说什么 主题房制 要结婚了 还不大方承认 还就啥 哎呀 不过话说回来 辉哥要结婚 我肯定要随分子钱呀 小浪创业绩 昨天为了原小粉丝们的 圣诞梦 于是我扮成圣诞老人 去给大家送圣诞礼物了 那叫一个冷呀 所以回来后发现 我竟然感冒了 看来冬季的夜晚 还真不能随便出门了 小粉丝们也要注意了 晚上出门 千万要做好保暖工作 哎呦 生病了 不能出去赚钱 只能给自己放假了 昨天把客厅装心都差不多了 趁着生病 我也来享受享受生活 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 这个床嘛 才是这间卧室的重点 瞬间能做出主题的感觉 意大利恋人床 哇 新型地毯 来两个 嗯 辉哥这房子装的 一看就是婚房嘛 还跟小粉丝说什么 主题房子 要结婚了 还不大方承认 还就啥 哎呀 不过话说回来 辉哥要结婚 我肯定要随分子钱呀 啊呦 啊呦 给少了吧 拿不出手 多了吧 又心疼 哎 为了给辉哥凑分子钱 看来今天只能带病 努力去工作了 哦 等等 突然想到一个 很好的主意 哦 这样 今天我赚了多少钱 辉哥婚礼的分子钱 我就随多少 哦 赶紧打开电脑看一下 哦 嗯 这位小粉丝说 他旁边住着一位 孤寡老奶奶 哦 身体也没有以前好了 想让我帮这位老人 收拾一下家里 用他的压岁钱 给我当报酬 哦 这位小粉丝 太有爱心了 哦 说啥 这个忙我也得帮呀 走 去看看 到了 这就是老奶奶家了 哦 这房子的外墙 时髦又鲜艳 跟谁说 这是一位独居老奶奶家的 谁也不信呢 我是不是走错门了 进去看看吧 呃 这回我相信了 满地的蟑螂 看着我的身子都发怵 难怪连小粉丝都看不下去了 不过 怎么脏成了这样 哎 也是 老年人年纪大了 身子骨没有以前灵活 眼神也不好 哦 这么多瓶瓶罐罐的垃圾 老奶奶一个人住 要是不小心绊倒了 那肯定没人知道 还真是一件危险的事 想想都觉得心酸 哎 那小浪我 今天就免费做公益 为这位老人家 打扫房间 给他收拾的干干净净 希望他今年 能过个好年 哦 这样看起来干净多了 开灯看一下 这灯不亮了 再检查一下其他的 哦 诶 整个房间的灯 都是一样的情况 提示 保险丝烧坏了 赶紧去找找 一定要帮老奶奶修好它 哦 这儿还有个地下室 下去看看 电脑箱在这里 哦 检查一下 嗯 还真是保险丝烧坏了 不过 我一个搞装修的 水电修理 自然不带话下 哦 搞定 修理完毕 这会应该没问题的吧 走 开灯看看去 哦 不过老奶奶的床 一看就知道 又有很多年的了 睡得肯定不舒服 哦 一个字 坏 好了 临走之前 我还想为老奶奶做点事 哦 嗯 那就 够着一个扫纳筒 一百七十九 不贵 放到这里 希望她可以 每日都能泡泡脚 最后 祝老奶奶身体健康 吃麻麻香 回家 等等 小浪 我给你结账 这 算了吧 就当是我为老奶奶 尽了一份孝心了 哇 你忘了你今天赚的钱 要给辉哥随分子的 对 也是 那我就随便拿一张吧 我的天 只有五毛钱 辉哥 这 不能怪我呀 回家回家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得早点休息 养好病 给小伙伴们继续搞装修 完了 咱们明天见